謝謝大家來到佳麗科學廣場 我是佳麗科學廣場的活動主持人 中央大學務醫師朱慶奇 非常感謝國科會還有我們學校 給我們經費支持讓我們可以辦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從2008年辦到現在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也很感謝我們有一群死忠的粉絲一直在支持我們 那今天的活動是這個學期的第一場 第一場活動我們請到的是也是老朋友 就是過去已經拿了好幾張感謝狀 可惜那個配套中心發了感謝狀不能幾點 不能換什麼哆啦A夢啊 要不然吳老師大概也可以換好幾個 好那吳佑大老師過去支援過我們非常多場的活動 他講得很精彩 甚至有些小朋友他們心目中的首席科學家 就是吳老師 因為他認識哪幾個科學家 第一個就說吳老師 可見吳老師過去帶來的活動給小學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那吳老師今天要講的東西喔 在物理裡頭我們會覺得其實是比較抽象比較難的 就是電跟磁 那電跟磁已經很抽象了 這兩個東西又要交互作用 而且還會電磁互生電會生磁 磁互生電 我們的海豹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其實你如果是懂物理的話 大家就會知道它的內涵 電磁中間怎麼樣去互相感應 然後電磁磁磁磁磁電 然後我們的活動當然有一個很有名的特色 就是大家可以透過動手做動手體驗的過程 來學習科學 所以這邊也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科教中心的slogan口號 就是精深體驗科學 創意學習無限 我們希望用體驗科學的方式來學科學 而不是老師在學校裡頭啊就寫版書啊 然後讓你們背公式算題目的方式來學科學 希望這樣子對大家的科學學習是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活動 請大家伸出你的雙手來 朋友們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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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怎麼不會量 量是沒電池 這樣是正常 這樣子正常啊 來 試試看 喂 喂 我請陳佛小大師 麻布教授再寫一下 唉 哇 是不是又太大聲了一點 這個今天的活動只要是小朋友 所以我先稱呼各位小朋友 然後各位家長 大家好 剛那個朱老師在說 我實在每一次我都很期待到這裡來 因為這邊我們要辦一個好的活動 如果沒有朱老師他們這樣的用心 其實效果會打很多走客 這個應該不是講師的功勞 是他們的功勞 他們會了很多心血在這裡面 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就在上面 剛剛那個朱老師他說這個很抽象 我們希望他不抽象 我們希望他你能夠看得到 你能夠感受得到 然後你從你的這個感受裡面 去來寫這個東西 這樣的話效果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的活動內容 應該都是各位小朋友 不是我在講的 我會盡量少講 要讓你們多講 那現在已經花了每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一張紙對不對 這張紙就是把你看到的現象 做一個紀錄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讓小朋友 把你所看到的現象提出來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 好不好 所以 等一下在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仔細看 用心想 好 去思考 這個現象 你有什麼疑問沒有 你有什麼想法沒有 好不好 然後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再用心去想 多想 然後提出來給大家 一起做這個分享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 一定是有七個活動 七個活動可能 你會認為說很多 那我們盡量 來了解這個問題 那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活動是 電升池現象的觀察 這個 我們有兩個小小的實驗 好 現在請這個幫忙同學 畫一下 氣球 好 還有 這個 這個 這個紫然針 那當他們在畫的時候 其他人 其他小朋友 我們注意聽 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 首先 我們把氣球 經過摩擦 我們要驗證一下 氣球摩擦過以後 摩擦過以後會怎麼樣 會帶電 對不對 那怎麼驗證 就是用那個 衛生紙 你把它撕成 一張一張小小的 衛生紙 好 你把衛生紙 撕幾張細細的 放在桌上 好 然後把這個 氣球 你把它 吹上 也不要太大 太大 你等一下不好拿 再用 用它來給摩布 摩擦 摩擦過了以後 你靠近這個衛生紙 看看會怎麼樣 好 你現在先不要做 等一下我們再用心 好好做 好不好 看看會怎麼樣 把你觀察的 你把它記錄下來 好 第二個 這邊每一組 這邊每一組 我們等一下都會花一個 指南針給你 因為這個指南針 放在桌上 我們現在有一個希望 就是說 你不要去搖那個桌子 因為你搖桌子 這個針就會怎麼樣 就會動 好 所以你放了以後 你等一下觀察 你盡量不要去靠近它 不要去搖它 然後要做什麼呢 把你一樣摩擦過的這個氣球 你靜靜慢慢的拿到它的上面 拿到這指南針的上面 看看你會發現到什麼 然後 你在摩擦 因為剛剛摩擦那個電可能會消失掉 很容易消失掉 那你在摩擦以後 你換另外一個方式 把這個氣球 拿到這指南針的上面 左右搖晃 不要碰到它 不要碰到它 好 然後你左右搖晃一下 試試看 看看你看到什麼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來做這個實驗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知道意思吧 好 OK 然後把你看到的現象 你把它記錄下來 好 我們希望 你要會心去觀察 幾張就夠了 幾張就夠了 好啊 氣球不用太大 太大你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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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做第二個實驗 第二個實驗 好 來 第二個實驗 我們請 我們請 畫一下這些東西 第一號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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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銅線 然後兩條 兩條連接線 跟這一個電池 電池核 跟兩個電池 鱷魚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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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電池核 好 當他們在畫東西的時候 我來說明一下 我來說明一下 等一下 這個是要我們怎麼做 注意聽喔 要不然等一下 你就不知道要怎麼做 這個很簡單 我把這一個 紫蘭釘一樣 放在桌上 好 不要去動它 然後先 把這個鱷魚甲的 連接線 夾住 紅線的 兩端 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另外兩端 夾 這一個電池 但是電池 你先 因為它這個電池是有開關的 你先把它 關到 把它歐浮掉 先把它歐浮掉 先把它歐浮掉 好 整個角色對面的話 沒有歐浮 把它歐浮掉 把它歐浮掉 就像這樣子 這樣知道嗎 然後 你現在把這個銅線 小心的 不要去碰到 那一個紫蘭針 放在紫蘭針的上面 就架在它上面 讓銅線的方向 跟紫蘭針的方向 平行 平行 好 OK 讓它平行 好 當你架設好了以後 來 下支一天 我們要做什麼 再把電池的按打開 第一個 看看你看到什麼 好 這是第一個 你要觀察 然後第二個 你把電池的按打開 對不對 然後把這一個銅線 由它上方 直接的往上抬高 看看你看到什麼 好 接下來 再往下 放到它的上面 看看你看到什麼 把那個現象 記錄一下 好 先仔細觀察 然後把現象記錄一下 好 這個實驗 應該很快 我們在三分鐘好不好 剛剛兩個實驗已經 做過了對不對 來 大家看前面 我們第一個 要來問 你看到什麼 哪一個 要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 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不好 氣球的那個實驗 你看到些什麼現象 有沒有 要跟大家分享 小朋友 我 希望你起手 好不好 好 好來 你 你先說 衛生紙 你怎麼知道衛生紙的 是不是 對啊 你看到了 我說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衛生紙 有進電嗎 各位 我們要說出你看到的 好不好 我們看到 衛生紙 這個 氣球可以吸引 衛生紙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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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还看到什么 你说 就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子然间怎么样 气球 子然间 什么时候 子然间会上下 地球接近 气球 气球 好了 我们气球 放在子然间上面 是不是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 你放在它上面不动 对不对 那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关系啊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刚刚立会在做的时候 好像有爸爸还是谁说 这个子然间都不动 对啊 你看到什么 看到子然间都不动 对不对 没错 这就是你看到了嘛 大家都以为 我看到 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 很奇怪的 非常奇特的东西 不见得 对不对 你看到 看到什么 子然间没动啊 是不是 所以摩擦过的气球 当你静静地放在 子然间的上面 我们看到什么 子然间都不动 对不对 OK 第二个动作 我说 你把气球 摩擦过的气球 放在子然间的上面 晃 晃动 摇动一下 有没有人看到什么 有没有 我刚刚不是有 有人说了吗 你说什么 还有 好像这一组 还是哪一组 我有看到 这边也有嘛 说出来没关系 你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指针会往下 往下往下往下 会动一下 对不对 会动 对不对 如果你把气球 摩擦过的气球 放在子然间的上面 它会怎么样 晃动的时候 子然间是会动的哦 对不对 OK 也许有人没观察到 现在 你可以试试看 当你没观察到 你现在重做 这应该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不是一个特例 不是说 某人做才会 其他人做就不会 有没有看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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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 我再提醒一次 家长 不管你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我希望你 先演一下 好 先演一下 不要急着告诉小朋友 因为 我们希望 小朋友要能够从那种 自己的经验中间 去思考 去探索 去得到他 能够了解的东西 好不好 所以家长你不要急着 哦 我要去教他什么 没关系 重要应该是在最后 好 有没有 看到了没有 看到哦 OK 当然 你先不急 你不要急着去解释他 等一下再来看 好不好 来 第三个 这个 当你把这个 来 好 先 我们先看这里 当我们把这一个 铁丝 不是 这个铜线 直接放在 铁丝尖的上面 那当你把电流 打开了那个时候 你看到的什么 有没有看到什么 这个应该很明显 大家都看到 对不对 看到你就说 好不好 来 来 你说 看到什么 会跑掉 他跑去哪边 从你那边跑到我这边来吗 还是从你这边跑到 其他地方去 应该不是跑掉 对不对 应该不是跑掉 他会怎么样 会转 会转 只能这边会偏转 对不对 你看到的是 他怎么偏转 他是 瞬时间 你看到的 他是瞬时间 还是逆时间 来 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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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到是逆 当然没有电流关掉 他就会转回来 对不对 没错 你会看到 他会逆时间转 对不对 可是刚开始 他转过去还会回来一点点 好 没关系 他转过去还会回来一点点 对 这其实是有道理 他转过去为什么还会回来一点点 这个 这个是别的原因 这别的原因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观察 他会什么样 你说他会逆时也转 对不对 OK 他会逆时也转 还有谁观察到不一样的 他说他会观察到逆时也转 你有没有其他观察到不一样的 来你说 好 会看到逆时也转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三个 就是 我们发现 那个 指导间 会逆时也转 对不对 也会逆时也转 对不对 好 第四个 当你把这一个铁丝 把这个铜线 直接往上拉 再放下去的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你很仔细 但是我们不要那么仔细 当你往上拉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回到眼点 回到眼点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来你说 电力又完了 电力又完了 那你再换回去呢 电力又产生了 是不是 OK 好 还有没有 有人说 当我们抬高的时候 因为电力又完了 所以他不转 他转回去了 那奇怪 为什么抬高的时候 电力会用完 那放下去 电力又会产生 有没有想这个问题 不是 很简单 我只要说明 只要理性 看到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 他偏的角度 直见的怎么样 直见变小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 来 所以要 也要知道 这个线下的变化 是什么意思 本来 假设偏这么大 当你拿高的时候 他是 你发现他是转回去的 没错 但是转回去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 偏的角度怎么样 直见会变小 当你提高的时候 偏的角度 直见变小 对不对 可是当你要再放回去的时候 偏的角度怎么样 直见变大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 这个偏的角度 我不行了 我也写得太 太费时间了 不是 太费时间 往上提 往上提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对 OK 好 对 这时候才是 对 我们想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些现象 他有没有 什么代表的意义没有 他在告诉你什么没有 一定有嘛 对不对 至少你一定会想到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 好 所以根据这些 大家看到的现象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你想到什么都可以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好 好 吴老师 这边也有一个 好 然后 并想 对 怎么并想哦 好 一个吴老师说 你想到什么 好像磁铁会让那个 支配真的会 传 传 传 好 你认为磁性 你怎么知道有磁性 来 我要提醒各位小朋友 也同时希望 家长稍微注意一下 就说 当我们让小朋友玩东西的时候 好 你让他 仔细去观察 但是观察完最重要 他到底会想什么 尽量鼓励他去思考 当然 想了很多 现在我们很多 很多人 你告诉他说 你想到什么 他其实 他都认为说 我要去解释他 不是 不是去解释他 而是 你根据这个现象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 例如说 我假设 我们会不会这样想 这个 气球在紫然间上面 如果你不动的时候 紫然间也不会动 可是你如果在上面 你动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会不会想到 为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个想法 你会不会想到 为什么 你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会不会想到 这个有什么意义 这个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是不是 所以你会有一些想法 例如说 第三个 我们有一些主看到 他会顺时间转 有一些主会看到 他会逆时间转 你会不会想到 奇怪 为什么有人 别人是顺时间 我的是逆时间 对不对 对啊 这就是你的想法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想法 提出来啊 去做失败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说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这样 我们可能应该 会拿着去思考 奇怪 为什么我的是顺时间转 别人是逆时间转 是不是 OK 第四个 我们看到的 那个 把这一个重放 直接拉高的时候 他的角 他的偏转角度 我们刚刚说 那是偏转角度 直接在怎么样 在变小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想到说 你会想到什么 我们应该会想到 诶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指角度变小 是代表什么 是不是 OK 所以我们希望 你要去想一些问题 想一些问题 不是在做解释 不要急得去解释它 我们都有这个 这一个 很新奇的一件事情 碰到一个东西 就急得要去解释它 我们可以这样 慢慢去思考 去了解 OK 所以 想到什么 来 我们可能会想到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为什么 对不对 这些情形 OK 好 像刚刚 这个气球会吸引卫生质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刚刚有小朋友说 这个气球里面有带电 对不对 当然 我们利用这个现象是要来证明说 气球有带什么 有带静电 然后第二个 这个我们就要说明什么 让你让你了解说 如果我把一个带静电的东西 放在自然间的上面 它会不会 那个磁针 不会对不对 因为磁针都不动啊 可是换过来想 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气球 带了静电的气球 在自然间的上面 摇一摇 它仿然会使那个磁针动 不管它怎么动 它总是会让它动 对不对 会去影响到它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摇跟不摇 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静电跟什么 动电的差别 静的电 不会有磁力 但是动的电 它会产生什么 磁力 那动的电 其实我们就叫做什么 叫电流 动的电就叫电流 所以我们 现在就可以了解到什么 了解到静子的电 没有磁力的作用 但是电流 它会产生磁力的作用 对不对 这个实验 就是让你去了解到这一点 好 接下来 我们对这个铜线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刚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 可以了解到一个现象 那就静子的电 不会产生磁力的作用 但是动的电 也就是电流 它会产生磁力的作用 懂了吗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对我们看到了 我们知道这件事了 来 那当你知道说 这个电 会动的电会产生磁力 难道 你了解的 就满足了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开始在想 好啊 那这个电流既然会产生磁力 我们就会想 那电流 产生磁力 到底怎么样 他产生磁力是什么情况 对不对 好 你看 从第二个 第三个 他会 这个 顺时间 使他顺时间转 跟逆时间转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 这跟什么有关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 为什么 这一个电 这个通过电流 他可能让他顺时间转 也会让他逆时间转 你们想想看 这个会是受到什么的影响 对不对 你会不会去想 想完了以后 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好 刚刚已经有人说 他可能是电流的方向 对不对 好啊 那是不是电流的方向 很简单嘛 你可以怎么做 倒过来试试看 你刚刚是这样子 然后再倒过来试试看 是不是转的方向会改变 试试看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试啊 重新试一下 再试一次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电线 转个方向过来 说好是补充一下 就是小朋友应该都知道 那个电池有正跟负嘛 对不对 所以有正有负 你今天如果出来 这两条线 你这样接跟这样接 叫他接 就是吴老师的意思 看看会不会有 刚刚吴老师说 会不一样 一个顺时分算 一个逆期分算 想办法证明一下 你的想法 对不对 试试看 好 试过了没有 试过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点了解到 这个电流所产生的磁力 作用的方向 跟电流的方向 有没有关系 有 对不对 OK 来 我们能不能再 进一步再去想 或者说 你会不会进一步 产生问题 对于刚刚你已经了解到 这个磁 电流的附近 电流的周围 产生的磁力 的作用方向 跟电流的方向有关 对不对 你是不是已经 已经 了解到这一点了 因为你已经试过了 对不对 来 接下来对于这一点 你有没有什么疑问 有没有 没有 大家都没有在进一步去思考问题 大家都在玩 来好 现在大家不要玩 注意想 提下主要想问题 你关玩 我不懂 没有用 对不对 你要玩了以后懂 这才有意义 好不好 先不要记得玩 有没有想到什么 其实我建议 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很简单嘛 那 这个电流 所附近所产生的磁力的 那个磁力的作用方向 跟电流的方向 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想这个问题 不要记得要去制造答案 但是你至少可以想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个关系 能不能判断出来 对不对 当然 我们今天不讨论到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一直讨论下去 我们什么都讲过啊 只是 我今天是起一个头 让你了解到 我们在学习 应该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 这样子 自己思考下去 好不好 OK 来 第四个 这个 当你把这个电线抬高 或者放下去 你所看到的现象 它在告诉我们什么 对不对 它这个现象 所既有的意义 在说明什么 来 有没有谁 要说说看 没关系 没关系 来来来 这样子 我跟远跟近有关系 没有没有 我跟替智老师说明一件事 如果以后我们请他讲 不讲的 下次不让他来 我跟远跟远跟近有关系 我跟远跟近有关系 比较大 比较大 眼里的地方会比较 对 所以 如果你学到这个地方 你见证器做过这个实验 你是观察了以后 这个现象 你是不是就记得了 不必死被 对不对 他所产生的磁力 跟什么有关 跟记者有关 越靠近他 我们发现 他偏的角度越大 代表磁力越大 越远离他 他偏的角度越小 代表磁力越小 这就是我们 应该要知道的 这样懂吗 所以我们刚刚试过以后 我们知道了一些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我把我们刚刚 所讨论过的这些 其实我把它整理一下 大概就是这几点 这几点 我们要了解这几个观念 电线中通电了以后 在电线的周围 会产生磁力的作用 第二个 所产生的磁力作用方向 跟所通电的方向 有关 至于他的关系怎么样 这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城市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先 不讨论到那么多 所产生的磁力作用方向 跟电线周围的位置有关 对不对 越远离磁力越小 越靠近磁力越大 所产生磁力的大小 跟电线季有关 这个底下 所产生磁力的大小 跟 其实是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讨论到这里 最后你还会有什么问题 越远离文就会想到 他周围所产生的磁力 跟你通过那个电流的大小 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读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有些东西人家没讲 但是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想 对不对 你可以想 你不是人家说一就一 人家说二就二 虽然没讲 你可以想 我是建议你 了解这些提醒 好 当然这个有关通电的大小 如果你有这个疑问 有这个想法的人 你也可以自己去试验看看 你改变一下 电流的大小 可是你怎么改变电流的大小 电池多接几个 少接几个 就会不一样 你就可以试试看 好不好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奥斯特的故事 很简单 因为刚刚这个现象 我们叫做什么 叫电流池效应 叫电流池效应 我希望 你在学习听人讲或什么都好 你不要只记那个名词 记那个名词没有意义 也许有人说 哦我去听过 人家有讲过 电流池效应 可是你如果再记一步问他 那什么叫电流池效应 不知道 对不对 其实我们刚刚的那整个过程 整个结果就是电流池效应 那电流池效应是谁发现到奥斯特 奥斯特的故事很简单 我们说他他是一个丹麦药技师的儿子 13岁就跟着他父亲这个当写徒 但是他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 他有一次在他是1807年开始对那个电对磁针产生作用这个现象开始在做研究 可是到了1819到1820年 在讲课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个现象 偶然间的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科学家的发现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也许会说那他运气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被他发现到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绝对不是 他会发现到 是因为他已经下了很多工夫 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东西 他才有那个机会 如果你不是在研究这个东西 你不是对他思考了很多很久 把东西放在你的面前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 你也不会去注意到说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是希望 你不要以为科学的研究发现 有些感觉好像是他运气特别好 他是这一个被他发现到 当然不是这样 他是有很多 是已经下了很多工夫在里面 也因为他下了那么多工夫 他才有这个机会 如果他没下那么多工夫 他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 小朋友 当你们在学科学的时候 如果你第一次看了 不太懂 没关系 多看一次 多想一些 懂吗 到最后 你绝对就可以懂 要有 要坚持 要努力就对了 好 那这就是说 他在演讲的时候 因为碰到了这个现象 他就自己想到 想用这个封闭的电路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线路 就是一个封闭的电路 封闭的电路 要观察他对时间的影响怎么样 结果听说 他在讲课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这个现象 也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 他当场就不上课了 自己就跑到实验室去 开始做实验 当然 这有时候 也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你不立刻去做的话 到时候你会忘掉 你的灵感来了 一下子就忘掉了 OK 好 接下来DIY 这个电磁铁 我们自己来做一个电磁铁 因为现在的东西 很容易拿到 也很容易买到 所以对这个词 的这一个 那种那种 那种印象 好像已经不顺很稀奇 我记得 我不知道 各位家长 我当然比里面 老很多 我在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 能够拿到一块磁铁 那就很稀奇 那时候看到的磁铁 很好玩 那一看到有磁铁 那会怎么样 就会去把它借过来 借过来做什么 那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拿来 拿一个刀子在上面 磨几下 结果 它就可以吸引磁铁 很希望自己也有一块磁铁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电磁铁 好不好 就是利用电磁铁铁 用做的 这地电磁铁很简单 来 这个帮我画一下 那个铁钉 铁钉有 来 三根铁钉 这个钢铁 我没有注意到 钢铁不行 你这买这个是钢铁 钢铁不行 因为钢铁的材质 它没办法产生电磁石 我们马上再先去找 它有没有足够的数量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先去找 好好好 我们先去找 OK OK 来 因为 因为钢铁做错 没办法做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 我们先 先进行下一个 好不好 那个等一下再来 好 好 来 那个 来 服务同学 把那个线钉 啊 花线钉 还有花这个减油剂 先先减油剂跟 对这个不能说 这些先先把它 这个会缩下 还有吃点 三样东西 好 好 来 现在 大家注意看我这里 等一下 我们把这个线钉 不是 它会 会 会保留直线 它会保留直线 电池体会保留直线 没办法 所以 我会特别拿这个钉子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所以 所以就 不是 它 它会有 保留直线 你电流关掉它 它直线不会 必须消失 电磁铁就是 来 我说明一下好了 我们现在因为 准备出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做 电磁铁是这样子 当我们这个做好 把这个铁钉 三根 然后用七包线 把它绕 绕成 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接上 电源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磁性 它就会 可以 可以吸住东西 可以吸住铁啊 可是当你把电磁关掉的时候 它的磁性就消失掉了 那钢钉不行 钢钉的话 你 你 你开的时候 它是有磁性 没错 可是你关掉的时候 它磁性还会保留 它不会立刻消失 是这个原因 好 OK 来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是线线 然后我们用电线 我们把这一个线线 然后 我们把这一个线线 那个线线的两端 等一下用沙子 把它的七胞线 把那个漆刮掉 把它磨掉 然后 现在这边 它有两端嘛 对不对 就跟紧流济的两端 把它 接上去 好 接上去 好 就接成这个样子 接成这样子 接成这样子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因为我没有线线 我会划 会划 会划下去 好 好 好来 接成这个样子 知道 OK 然后 接下来怎么办 来 接下来把这个磁铁棒 磁铁棒 你先 放在线线里面不要动 先拿着放在线线里面不要动 你看看 这个 减油剂 会不会有什么现象 然后 你很快的 把这个磁铁颋 衝出來 或者是穿入 插進去 看看那個 檢渠劑會有什麼變化 好不好 然後把那個 你看到的現象 把它記錄一下 把它記錄一下 夾子的地方的這個 外面的這一層 要用砂頭把它磨掉 把裡面金屬的部分露出來 才可以倒電 來 剛剛這個實驗 那個泡盆的 出來 好 我們接下來討論 一樣的 你看到什麼 當然看到了什麼 快 小朋友沒有誰要跟大家分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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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羞好不好 然後講錯了也沒關係 來 有沒有 這裡這裡 來 來 你說 你看到什麼 來 麥克風給 來 幫忙喘一下 好 來 你看到什麼 這 那官淀基西裝出來呢 為什麼 這個插進去是剛出來 然後當然就是 就是 插進去一邊 出出來那一個偏轉的方向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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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看到什麼 這邊 沒有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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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他現在是 磁鐵 假設磁鐵這個方向不變的話 插進去 他動的方向 跟把磁鐵的方向轉過來 把磁鐵上下轉過來 同樣也是插進去 他的方向 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小朋友是說進去出來 對 第二個小朋友是說 都是進去 但是把磁鐵的 上下頂倒 方下頂倒 也會不一樣 OK 好 這個是 知道 大家都知道不要 還有沒有 還沒有看到什麼 來 來 吳老師說 你不回答 下次不能來 不是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 來 快 沒關係 你講 你跟我講 我跟吳老師講 吳老師他說 如果磁鐵不動 那個 指尖不會偏 對 好 所以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 磁鐵固定不動 指尖不會動 對啦 這也是我們要看的 對 好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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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好 沒有啦 還有 來來 你要說 什麼 好 就磁鐵的偏轉 跟動的快慢有關 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這 有沒有其他小朋友 也就看到這一點 就是 動的快慢 因為剛剛有一 有一小組 他們想要 破 破牌 是不是 他們想 爸爸 要讓那個指尖 跟這一個 偏 超出他的範圍 喔 對 那 對 所以這個 第四個 現象 就是 他指尖偏轉的角度 大小 跟你這一個 運動的快慢 有關係 對不對 跟那個運動的快慢 速度 速度 衝出來 或者插進去的快慢 那個速度 有關 懂嗎 OK 好 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看到別的 還沒有看到別的 還沒有看到別的 沒有啦 怎麼樣 誰啊 你看他怎麼走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眼不要動 然後把 插 插進去外面那個 比較大的 轉鍋 然後 然後 人家會 往前 他上台也是很好 你 對對對 你怎麼做得到 你怎麼做得到 對來 七方線 上下顛倒 把你吃鐵 吃鐵在裡面 是不是 其實吃鐵不是沒動 如果你這樣吃鐵是有動 因為吃鐵跑出來 就是吃鐵跑出來 不是完全沒動 你所謂不動 來來來 我知道你所謂 你所謂不動 你應該把它連住 連住 固定連住 連住 對不對 然後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有動嗎 沒有 我 你剛講的 其實你是把他 這樣子 然後把他拿出來的時候 吃鐵其實有動嗎 是 吃鐵的方向不要改變 然後細胞線 他說 磁鐵一樣的方便下去 但是細胞線轉移 啊 線線的背面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還是這個方向 那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 喔 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 來 剛剛 有一個小朋友 他是這樣做 我這支鐵 這個放進去的方向 不變 固定不變 但是 我如果把細胞線這樣放 那 這樣子 他所產生的那個 指針的偏轉方向 給 換過來 喔 這個轉過來 這個指針的偏轉方向 是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沒錯 欸 很好 對 這就是 第五個 還有沒有 沒錯 所以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當我們沒有 其實這就是 我們上面已經講的 你看到什麼 到時候你想到了什麼 然後 你已經試了 對不對 你想到說 欸 這個方向是不是會有影響 結果你去試了 發現 是會有影響 這個你其實已經做了很多 那我們在學習做實驗的時候 就是要這樣 我一直在強調 就是你自己要去思考 去嘗試 去 了解 它 OK 來 其實 剛剛的 大家所看到的這個 例如說 指針飛短方向跟 磁鐵的運動方向有關 還有人說 還有人說 把磁鐵 轉過來 同樣是 拉 插進去 但是把磁鐵的方向轉過來 它的偏轉方向也有關係 對不對 然後 最後 這個小朋友 他說 如果 我磁鐵不動 但是 我把什麼 把線間 轉個方向 它 指針偏轉方向有關 這三個 線下 你想不想 它在告訴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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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在告訴我們方向的問題 方向的問題 對不對 那方向的什麼問題 方向的什麼問題 當然 這時候我們先要 了解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磁棒 放在裡面不動 直接不會偏 可是 當你把磁棒 移動了 直接就會偏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對不對 磁鐵的移動 不是 這個磁鐵的移動 到底意義何在 有沒有知道 磁鐵的移動 代表什麼 蛤 不知道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 要 這個我們先 先不去討論它 但是我們先看後面 不要再再看 我們剛剛初步了解就是 磁鐵不動的時候 在線線中 不會產生什麼 電流 磁鐵移動的方向 跟線線中所產生電流的方向 有關係對不對 對 這剛剛我們都看到 吃的移動的快慢 跟線線中所產生電流的大小 有關係對不對 這剛剛我們都看到 我們也了解這些 吃的移動的快慢 跟線線中所產生電流的大小 有關係對不對 這都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我們也知道了這些事情 我們知道這些事 可是我們還有一點不知道 為什麼對不對 還有一點不知道 好 所以 欸 所以 那個鐵定滿快的 嗯 好 那我們就留到最後再看看 來 接下來這個華拉第 我們來講一下華拉第的故事 好不好 因為華拉第的故事聽說 很有激勵的作用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好 我們看看華拉第 你了解一下華拉第的出生 好 你就知道 他的 他為什麼那麼值得 那麼可以 既有激勵作用 來 華拉第小學畢業後 第一個工作 就是什麼 送報紙 啊 收送報紙 不是送報紙 不是送報紙 是收送報紙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收送報紙 因為以前的報紙 非常珍貴 不像我們現在報紙 一印都沒有人要 還像爽報還印出來送給人家 對不對 但是 這個收送報紙是這樣的 他以前報紙很少 那就是 我 到這一家把報紙 收來 送到第二家 第二家看完了以後 再把報紙收來 送到第三家 是這個意思 收送報紙是這個意思 那 華拉第小學畢業後 第一個做這個工作 就是像我們現在的送報紙一樣 只是他們的送報的意思是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 華拉第在十四歲的時候 他全家就遷移到哪裡 倫敦 他去做什麼 去做書店裡面當協同 我們現在到書店裡面當協同 我想你一定會說 哇這個工作這麼無聊 這麼辛苦 對不對 他是不是這樣 他不是 他把這個工作當做一種 一種遊戲 他第一個工作做什麼 就是說 他每一天都跟自己激勵 欸 我今天能夠訂多少輸出來 裝訂 能夠裝訂多少輸出來 然後我能夠裝訂多塊 他每天這樣的在自己跟自己比賽 好 這是第一件喔 第二件事情 他一定把那一天 裝訂晚的書 利用晚上的時候 自己先把它看 所以他什麼書都看 他什麼書都看 說真的 這就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心態 聽到嗎 這是一種心態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都 萬悍自己的家裡環境怎麼樣 或者萬悍自己沒有機會 或萬悍什麼東西 他完全 他那種心態 非常積極的心態 他就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 華麗跟自己比賽 看做多久 喔不用休息 看能夠把書裝訂到多厚 好 他完全就是一種 自己跟自己競爭的一種心態 白天裝訂了什麼書 晚上就看那一眼 好 然後 他什麼都看 他很重要就是這種自發性的選舉態度 結果 把那種很 本來應該很沉面很無聊的工作 變成非常有意義 對不對 對他來講 是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 OK 聽說華麗他還隨身帶了一本書 就是這一本 悟性的提升這本書 他隨身帶在身上 悟性的提升這本書 但背景當然不是 他不是中國人 他不是看中文的 我只是把他拿來當背景而已 來 最重要的是 書中提出五個讀書的方法 這是聽說是華麗很喜歡跟年輕人講的一件事情 需要做個人的什麼 筆記 當你看過書以後 需要把那個書整理的 以自己的意思 把它整理出來 做筆記 好 需要 實際的實際性的上課 要有讀書的什麼 同伴 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到學校去 對不對 好 要成立讀書會 學習 仔細觀察 跟精切的用智 也就是 講話 要 要用自己的意思 用很正切的話去講 好 好 然後華拉帝 他在他的這個 成長過程中 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就他 遇到了一個薄弱 遇到了一個科學家 對他非常的欣賞 特別的就是 帶領了他 好 那個那個 就是一個化學家 戴維 好 還有華拉帝他很熱心 科普的 這一個工作 好 他自己 籌備那個 經費 然後去做科普的 這一個 一些先導演講 好 那底下這就是華麗的一些 一些 成就 一些成就 一些成就 OK 所以 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大家有機會 要把握 要努力 不要把他當作是一個 很無聊的 或者是 背低的工作 對不對 來 來 今天來這邊參加 是你的意思 還是 爸爸媽媽的意思 蛤 是背低的 還是自己來的 背低的 哇 不過 我要跟爸爸講 以後 讓他們自己 都表達一點自己的意思 對不對 讓他們自己 這一個 因為這樣的話 他才 才能夠發現 其中的 這一個 樂器 不過要注意喔 雖然被逼的 你已經來這裡了 對不對 有這個機會 你要把握 各位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爸爸媽媽 逼你來 你還沒有這個機會喔 對不對 所以要感謝 要感謝爸爸媽媽 對不對 對 OK 所以你看 我發現 大人比 小朋友還要多 哈哈 好 來 底下 我們要來看一個 時常的 觀察 與討論 好 這個現象很簡單 來 那個幫忙 畫一下這個 盒子 那個 幫忙 畫一下這個 盒子 對不對 我現在 我來 做一下給大家看 齒 瓶棒 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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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 大家是不是都有一根瓶瓶棒 對不對 對 我先說一下 剛剛有交談論說 這個瓶瓶棒是 是什麼 它其實是由很短很短的 那個瓶鐵把它包起來的 變成一根瓶鐵棒 其實這個 這樣的做法 也可以給小朋友 講到瓶鐵的時候 可以了解到一個 一個觀念 整塊瓶鐵 其實它就是由那種 小小小小的瓶鐵怎麼樣 組成的 所以瓶鐵棒它本來就這樣 來 把瓶鐵棒放在桌面上 它有一個聯圖 對不對 有沒有聯圖 沒有 有人有 聯圖的目的就是要你把它固定 這樣它才不會轉來轉去 好 沒關係 喔 在這邊 喔 不是 好 把它畫桌上 來 畫桌上 來 聯圖的目的就會放在地 放在桌面上 這樣的話 等一下 你放上去才不會轉動 好 你整塊 然後把它壓住 它這樣就不會轉動 然後把這一個盤子 塑膠盤子 放在它的上面 你們有沒有一個胡椒文貫 有 你們知道這裡面是什麼嗎 是鐵紋 對 是鐵紋 不是胡椒文 等一下不要帶微信說我晚上要灑一點胡椒 好了 是鐵紋 你把這個放在上面 然後把這個 打開 打到那個細洞 細的洞那邊 就好像你在灑胡椒文一樣 就好像你在灑胡椒文一樣 好 細洞 有沒有看到 好 打開細洞這邊 好 然後呢 你現在拿著 好 不要動喔 盤子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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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在上面 好 灑在上面 灑在上面以後 來 這個我想 等一下如果要你描述說 你看到什麼 很難描述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 你先去想 這代表什麼意思 好 你看到這個圖像 它的意義何在 懂嗎 第二個 來 來 接下來 你把這個 塑膠 盆子 向 一邊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 看看 你看到什麼 這有什麼意義沒有 聽到嗎 OK 來 你就 做這件事 來 OK 我們來看看 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什麼 好 我剛剛說 要你描述 不是要你描述那個 那個圖 對不對 那個圖要描述真的很難 但是 你從這一個 這一個圖像 你看到什麼沒有 那這個你就可以描述了 你看到了什麼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到什麼 好 來 現在 來 來 那個 誰 誰負責這個把它放大一點 好 你曾說把它拉住 對對 我們我們就先用這個來 來 OK 好謝謝 好來 來 現在不要玩了 來 不要玩了 我們來看 我剛剛說過 我們並不去描述這個圖的樣子 但是從這個圖上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好 可以去說明一下 來 有沒有誰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怎麼樣 看看這個圖 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沒有 都沒有嗎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好 鐵紋會聚集在 十階兩端 再想一次 鐵紋會聚集在 十階兩端 好 就是兩端 十階兩端 好像鐵紋比較聚集 對不對 OK 還有嗎 來 中間都不會有鐵紋 中間沒有鐵紋 哪個中間 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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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裡 這邊沒有鐵紋嗎 沒有鐵紋 你看看有沒有 我這邊有啊 中間 你你在做什麼 那時候你是不是發現到說 當你把鐵紋 灑上去的時候 好像都被兩端吸過去 對不對 中間好像沒有 對不對 可是你後來 如果機器灑多一點的話 中間就會留在上面 還是會有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會被吸過去 對 沒錯 好 還有嗎 來 我看到兩邊都 吸的比較多 只是中間吸的比較少 中間吸的比較少 中間吸的比較少 好 OK 很多人大概沒有注意到一個重點 我想問一下 你們看看 那個圖形的清晰 是旁邊的 看起來比較清楚 還是靠近中間的比較清楚 在旁邊 在旁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圖像 清晰不清楚 不太清楚對不對 但是中間看起來那個線條 是不是就很清楚 對不對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告訴我們什麼沒有 好 剛剛 有小朋友說 當我撒進去 那個 這個 鐵紋都被吸到兩端去 代表什麼意思 鐵紋都被吸到兩端去 代表什麼意思 鐵紋都被吸到兩端去 代表什麼意思 好 這兩端的磁力比較強 對不對 還有 你再想想看 清除跟無清除 有沒有什麼意義 那個線條很清楚 跟那個線條不清楚 有沒有什麼意義 有沒有什麼含力 他為什麼清楚 他為什麼不清楚 對不對 有沒有想要這個問題 先為什麼有地方會清楚呢 為什麼有地方好像沒有沒有線條 只是你撒上去就是那個樣子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好 來 磁力的強弱 磁力的強弱對不對 對 磁力比較強的地方 他吸引那個磁鐵 你有沒有感覺到 他那個圖形 一定比較清晰 比較清楚 那磁力弱的地方 他對磁鐵沒有作用啊 所以那個磁鐵就不會排列 就不會有受到什麼影響 你撒上去什麼樣就怎麼樣 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實驗 其實 他告訴我們很多 可是 我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那就磁鐵周圍的磁力的昏布 其實 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磁鐵的周圍 他的磁力 來 這個磁鐵的磁力 不是只有產生在磁鐵上啊 這磁鐵的磁力 這個地方有沒有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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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但是很小 對不對 越靠近他的 磁力的 磁力的作用就越大 越遠離他的附近 磁力的作用就越怎麼樣 越小 是不是這樣子 他其實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 他能不能告訴我們別的 有 這磁力線裡面 這個圖像裡面 告訴我們的東西其實更多 但是今天我們只希望你了解一件事 就是說磁鐵的周圍 磁鐵他的磁力 磁鐵的周圍 他的磁力是誰不同的位置 會有不一樣的大小 聽到嗎 好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他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 好 來 第二個線 你有沒有把它移動看看 移動看看 你發現什麼 發現那個圖形會變 對不對 對不對 圖形會變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 代表你把磁鐵移動的時候 來這個位置 他的磁力是這麼大 可是當你移動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磁力 同樣這個地方的磁力 會怎麼樣 會改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磁鐵 移動磁鐵 你的作用是在做什麼 是在改變 某一個地方的磁力的大小 小朋友聽到沒有 聽到啊 就是說我們移動磁鐵的作用 其實是在改變空間上 某一個地方的磁力的大小 好 我們不用很專門的名詞 或者很抽象名詞 來了解它你就知道了 當然對於這個現象 這個磁鐵分佈在空間 磁力分佈在空間 這個現象 其實有一個名詞 叫做什麼 叫磁場 叫磁場 那這只是一個名詞 一個意義而已 來 幫忙把它轉過來 轉成power point 好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磁鐵在它周圍 倒是都會產生磁力的作用 但是磁鐵在它周圍 所產生磁力的大小 限制於是它的方向 都會隨位置的不同 而怎麼樣 或不一樣 對 所以我用這兩張圖 你知道這兩張圖 我在說明什麼嗎 我們現在說啊 會把這兩張圖 當作人氣 對不對 我們說哇 這一個 以裡面來看 右邊這張圖 你一定會說 人氣 很旺 為什麼 人很多 左邊那張圖 你一定會說 人氣怎麼樣 人氣 好像很弱 不是那麼好 對 但是我要 我利用它要說明 就是說 有人 用另外一個講話 不叫人氣 而叫什麼 叫 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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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右邊那張圖 我們會說 哇 這個比較 人家比較捧場 因為來的人多嘛 對不對 然後 左邊那張圖我們說 這個大家都不捧場 沒有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像今天 我們就可以說 大家很捧場 為什麼 因為大家來了很多 對不對 好 捧什麼場 捧人場 對不對 捧人場 好 OK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要 人場 比較大 左邊那個地方 我們說人場 比較怎麼樣 小 那什麼叫人場 人場 就是有人在的地方嘛 對不對 有人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人場 所以 我們把 有磁地的地方 叫做什麼 叫磁場啊 就這樣的一個觀念 有磁地 存在的地方 就叫磁場 懂嗎 至於那磁場 怎麼分布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先了解 這個磁鐵的周圍 有什麼 有磁地嘛 所以這個磁鐵的周圍 有什麼 有磁場 這磁鐵的周圍有磁場 這樣懂嗎 所以磁場就是這麼一個觀念 這麼一個想法 能不能了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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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們就回到 剛剛這個地方 那個 線線的那個地方 好 線線那個地方 就說 這個磁鐵移動 為什麼 線線裡面會產生電流呢 我們怎麼去解釋它 怎麼去了解它 如果不動 它就不會產生電流 動了以後 它就會產生電流 那動了 表示它有什麼變化 有什麼改變 磁場的改變嘛 線線裡面有磁場的改變嘛 你不動的話 線線裡面有沒有磁場 有 但是有沒有變 沒有變 當你一動的時候 欸 它裡面的磁場 發生了變化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 線線裡面 的磁場 如果發生的變化 它就會產生什麼 產生電流 就會產生電流 至於它說產生電流 就跟它磁場變化的大小 快慢 方向 都有關 當然 這個問題就要更進一步了 去做探討 懂了嗎 所以今天我們只 讓大家了解說 怎麼樣才會產生電 你們想不想這個現象 是怎麼來的嗎 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有時候 對一個觀念 或者一個想法 可以換換角度 改變方向 這個問題就是 華拉第 因為華拉第 它知道的電流磁效應 也就是說電流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磁場 他就想 既然電會產生磁 他就自己問自己 他腦子就在這樣想 那磁能不能產生電呢 磁能不能產生電 他換個方向 自己去思考 磁會不會產生電 結果他就開始去做這個研究 開始做這個實驗 所以他有那個想法 他就開始去試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對不對 你有什麼想法 你看到了什麼 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你就可以去試 試了以後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在學習 在做什麼研究探討 大概都是簡單的說 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歷程 就這樣 這是華拉第 他自己提出來說 所以我們大家以後 當你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也可以反向思考一下 給自己提問題 這樣就很棒 OK 好 那我們剩下十分鐘 因為那個鐵釘已經買回來換新的 所以我們讓大家做一下這個電磁鐵 好不好 最後的十分鐘 我們把這個電磁鐵做一下 我知道怎麼做的話 可以看一下朱老師這邊 我會有現場畫面 你把三根鐵釘 當然是正反正 這樣子先排列好 然後呢 用膠帶把它綁起來 把三根緊緊的綁起來 不要讓尖尖的地方露出來 幫給大家看 沒關係 沒關係 剪拆一點再 然後這個再把它繞回去嘛 再把它繞過來 這最主要是要把它固定起來 你等一下繞七包線的時候才好 好 然後再把七包線繞一下 要去刮旁邊嗎 先留一段 留一段 對 然後這樣繞 對 你就把這條線繞 把這七包線繞完 就對了 就要再一直繞就好 謝謝老師 對 來 這條七包線繞很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你這個 這個鐵絲 留一段 這樣有沒有看出來 好 腿絲留一段出來 留一段出來 然後再從這一頭 這樣繞 這樣繞 你就把這一條 把這一個七包線繞完為止 好 把七包線繞 那你如果有耐性的話 你就可以繞得比較漂亮一點 沒耐性你就把它繞完就好了 都沒關係 看看你怎麼辦 好 這樣知道嗎 然後 然後 繞完了以後 你要留兩條 兩端嘛 對不對 再用那個 沙子把七包線 摸掉 然後接電池 你就可以試 好 剛剛那個五老師也有提醒大家 然後你最後繞過來變成這樣 你這兩頭喔 因為要接電線 還要接電池 所以 把那個七的部分磨掉 絕緣的地方磨掉 用沙子磨掉 請大家在這邊 把這個是成品 這個是成品 這是半成品 把這個鐵釘上面 先用膠帶先把鐵釘 綁在一起 然後 綁好以後 就讓我七包線 繞得越緊 越緊 越好 最後記得把七包線的兩頭 把它的那個絕緣 剝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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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一樣 它裡面繞了很多切 然後 它的這個鐵的部分 是真的就是那個生鐵 生鐵 生鐵它的那個磁性 很容易消失掉 好 做春古充一下 電磁鐵 通電以後 變磁鐵 所以你當然要通電 但是呢 這個不好意思喔 我們今天準備的電 電磁盒 數量有一點短缺 所以可能 就是要跟各位 沒有拿到電磁盒的朋友們 說聲抱歉 但是你們可以在哪裡 買得到這個電磁盒 這個東西 可以去買有開關的 像我們一樣 你也可以買沒有開關的 沒有開關的 另外一種可能會找 好 拿一個圖片給大家看 好 這樣子 電磁就直接接上去 然後兩條線出來 不管你買哪一種電磁盒 可以在哪裡買得到呢 電磁材料 賣電磁材料 什麼電竹 電容 那種東西 電錶 那種地方就可以買得到 好不好 這點是比較不好意思 要跟大家說抱歉的 好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惹弱 好不好 那今天 先問一下 先問一下 最後的這個作品 我們的成功率如何 好的 你的電磁鐵 最後是成功了 有實力的 請舉手 好 1 2 3 4 5 第六 7 1 第七什麼成功 有啊 9 10 11 12 全部成功 現在7跟8 有啊 7成功 8呢 這要半鍋出氣火 沒有關係 我氣息要半鍋給大家 對對對 但是要先借大家的雙手 來幫我們 謝謝一下今天的獎勢 你很好吃 訂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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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к 擴支 �對 很愛 好 還請 fahr 各個 鐟 是